中年女子大雨夜为何遭遇蒙面人暴打 当时他问对方你为什么要打我 到底是蓄谋已久还是拦路抢劫 对方就是自始至终整个作案过程一句话也没讲 警方展开侦破工作 钓鱼的有六七十个线红摄像头 挨打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蒙面人 2016年4月9号晚上9点20分左右 浙江省天台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 一位叫李平的中年女子声称 在回家的路上被蒙面人洗击 他声称就是被一个蒙面人骑着自行车 骑着一个电动车打了以后 蒙面人马上就消失了 自己现在打在地上 公安人员急忙出警 蒙面人已经潜逃 被袭击的李平惊恐万分满地试血 现在您看到的这几张照片 就是节目一开始 报警的那位女士被人暴打之后受伤的样子 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啊 这受伤的女士啊 今年48岁 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她一没丧命 二没丢钱 三没有被性侵 怎么会在雨夜遭此毒手呢 更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 警方在调查之后 发现这位女士遭受的这次毒手啊 那是早有预谋的 事不宜迟 警方首先协助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 将受伤女士送往附近的医院 在医院里 民警向她询问详细经过 女的就是说 有一个蒙面的男的 停下车以后 就对她的头部跟身体呢 暴打一顿 然后呢 顺速呢 离开了 当时才问对方 你为什么要打我 对方就是 自始至终 整个作案过程 一句话也没讲 蒙面人这一诡异行为 让办案民警感受到了 整个案件的蹊跷和不寻常 但是 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那么 作案现场能提供 哪些蛛丝马迹呢 县公安局对这类伤害案件 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 有一个24小时 那个 完颜事实真相 是这个县里面的规定 当完一直下着雨 现场留下的线索非常少 而受害人 又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办民警唯一可以借助的 只能是周边的视频监控 通过查看视频监控 民警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受害人 从 那个 舞厅出来到 被伤害现场 这个过程 旁边一直有人在 跟踪为谁 原来 受害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跳舞的女士 他几乎每天都要去舞厅跳舞 唯独这一次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通过查看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 受害人 在舞厅跳舞的时候 他的电动车 就被人做了手脚 我们又对他的车子进行了检查 勘验 发现他那个 当晚所 所用的那个车子 那个电源线被剪断 至此 民警们可以还原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受害人骑着电动车 去跳舞去了 把车就停在舞厅门外 后来有人 剪掉了这个电动车的电源线 所以受害人跳完舞 回家 一看这车子不能骑了 只能推着走 在回家的途中 有一个人一直尾随他 接下来 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这犯罪嫌疑人 就暴打了他一顿 然后消失了 由此可见 犯罪嫌疑人 对受害者相当熟悉 就是冲着他来的 办案民警继续根据监控视频 跟踪犯罪嫌疑人 这一次 他们有了一个不小的发现 总共监控 掉了六七十个监控摄像头 总共花了一个多星期 在反复的查看 这个沿途 包括案发现场 就是相关监控资料 在搜索这个嫌疑人 反正就是一阵乱打 开始穿衣 好几下没穿上去 然后就在这里 他摔倒了 就在距离作案现场的一个拐弯处 摄像头比较清晰地拍摄到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雨衣 戴着口罩 骑着电动车 因为紧张在逃跑时摔倒 画面中他扶起电动车 再次匆忙逃走 于是 把民警将侦查方向放在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上 但是就在他们以为要找到犯罪嫌疑人踪迹的时候 没想到这条线索却突然中断了 从那个桥底下 然后就监控就消失了 然后又陷入僵局了 从种种迹象表明 犯罪嫌疑人心思缜密 经过长时间计划才动手 为了辖区的安宁 警方更坚定了破案的决心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说蒙面 这么把人家打了以后 呃 戴着口罩 就是立即消失的这种案件 感觉到感觉到这个案子如果不破的话 对我们整个辖区的管理 包括社会面影响也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是呃 案件一接到以后 就是下定决心 要把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提案 也把它给破掉 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线索到此不得不终止 但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线索只能是监控视频 很快 办案民警有了新的思路 然后我们只能把这个事倒过来 顺序倒过来 我们查他作案前的那个轨迹路线 然后我们就从案发现场 案发时间往上推倒着找 通过这种方式 办案民警在监控视频里发现了一次犯罪嫌疑人 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确定 此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它是从我们消失点到我们发现的这个情况 中间有一段五分钟的路程 全段路程是在沿着我们这个河边的 西边的那个大坝 是黑暗没有监控的 然后当我们重新发现它出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羽衣已经换过了 口罩也换过了 原来在作案时 犯罪嫌疑人批的是粉红色羽衣 但是此刻视频中出现的这个人的羽衣 是酒红色羽衣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呢 这个车子从最后消失的地方 然后合理分析的时候 它出来这个在这边大桥这边 你看羽衣已经换掉了 已经换成一个酒红色的羽衣 它可能是聪明反面聪明物 它羽衣下半部分遮挡的那个 没有遮挡那个裤子 袜子跟鞋子 还有电动车的那个特征 都是跟案发前是一致的 据此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然而接下来犯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却让罢民警很是费解 就是脑胎到医院那个 到医院去 就在医院桥上面 它的情况特征 跟案发前截图的 截下来的这个特征 这下半区一模一样 血 袜 裤 还有车子 犯罪嫌疑人去医院不奇怪 他不是也摔跤了吗 可我要告诉您 他去的这个医院和受害人被送往的医院 是同一家医院 您怎么想 他想干什么呀 把民警调出了医院的监控视频 继续跟踪已经卸掉伪装的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查看监控后 民警又有了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发现 就发现这个人跟受害人这个老公 整个的体貌特征是有点相像的 那么我们这个案子 就是疑点就马上就来了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呢 那个笔下人跟我们讲 他老公刚刚走 在医院的时间呢也不长 就是简单了解一下 他就走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从侧面开始了解受害人的丈夫 他们了解到受害人的丈夫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受害人被打那天 他的丈夫当时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他是说他白天出租车开完之后 他就出去吃晚饭了 然后一直到他到医院出现 中间这段时间他都说一直在问 尽管受害人的丈夫表明 那天他一直在外面 但是接下来民警的一个调查 却让他的讲述变得自相矛盾 当时呢他是跟他亲戚这么讲 他说他说我老婆在外面被人打 我要去医院去一下 但是呢他亲戚讲 他当时跟他讲的这个时间蛮早的 跟我们接到报警的那个时间 差好几个小时 这可真是一个料事如神的丈夫啊 可他要真的料事如神 为什么不在妻子挨打之前去阻止这个事呢 不用猜了啊 受害人的丈夫就是对他施暴的犯罪嫌疑人 当然办案得讲究证据 警方怎么证明蒙面人就是丈夫呢 这个丈夫为什么会在雨夜蒙面 殴打自己的妻子呢 杨某交代 他殴打妻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妻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李平沉迷于跳舞而引起的 这个丈夫呢平时对他老婆经常跳舞这块行为呢 是比较反感的 而且呢家里呢也因为这块行为呢 吵过几十架 之后夫妻之间经常因为跳舞而发生吵架 有时还差点动手 而妻子李平对跳舞的迷恋程度却日益严重 顾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同时有些风言风语也传到了丈夫杨某的耳中 他自从他老婆去跳舞之后 打扮得也漂亮起来 有一次呢到那个美容店做美容 非要打什么那个什么针 他当时呢还跟他发生过一些口角 当时呢梁不清闹得很不开心 因为跳舞夫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信任却越来越少 这让丈夫杨某很是头疼 他想了多种办法去阻止妻子跳舞 但是都没有奏效 最终他想到了扮作蒙面人 暴打妻子的方法 他就按照他的策划逐步去购买 他做按工具 然后就是等待时机 他还说跟我们下雨的夜晚出去做按 因为这样路上的人相对比较少 车辆也会少一点 因为他知道他老婆跳舞回来的时间 一般都是晚上 我们也问过 你对你老婆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那个横手 他说他也没多想 就在教训他的 让他长个记性 可能可能在我们分析的话 可能这个理智跟行为上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本案事实查清后 丈夫杨某主动向妻子李平认错 并且保证书 加上子女的劝说 李平谅解了丈夫杨某 但是故意殴打他人的行为 仍然逃避不了法律的惩处 当时那个受害人的伤情 我们经过法医禁令 构成的是轻卫商 轻卫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管理处罚法 做出拘留五到十日 允除200块以上500块以下罚款的出发 罚款加拘留 终结了杨某教训妻子精心策划的蒙面人袭击事件 案发当晚 有八名民警连夜加班到天亮 并启动了重大案件侦破机制 调取了六七十个监控摄像头 花了一个多星期再反复查看 加上大量侦查走访和排查 才破获此案 杨某教训妻子的动静确实不小 警方认为这种有预谋的家庭暴力 稍有不慎就会上升为刑事案件 我们还是启动了我们所里面的重大案件的一个 侦破机制作为一个刑事案件 这个力度来侦破 但是最终受害人等康复的也比较好 最终他这个伤情是轻微伤了 2016年4月19日 杨某因殴打他人被天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天 打人就要受惩罚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夫妻之间相互扶持帮助 在法律和道德上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怎么这对夫妻之间就出了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呢 一 妻子每天晚上都要去跳舞 忽视了丈夫和家庭的感受 二 丈夫不懂得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你得先知道妻子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跳舞 是不是你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缺了点什么 你只是禁止他去跳舞 这不是对症下药 三 禁止不成 就想到用暴力恐吓阻止妻子去跳舞 这不光就不对症了 这还下错了药 别看两口子结婚几十年了 形式上的稳定 可不意味着内容上的稳定 维护夫妻感情 那是门艺术 得活到老学到老 要不然同一屋檐下的两个人 彼此就像是最熟悉的蒙面人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